酒是很多男生的喜愛 而品酒師亦都是很多男生夢寐以求的工作 因為不單能夠品嘗到美酒 還可以將他的興趣轉化成職業 當你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時候 你一邊做下去 好過之後後悔 今集人才港壇的嘉賓 將會帶我這個品酒的初歌 走入一個威士忌的世界 喝下去會比較清淡 如果五六年都喝不完這支威士忌 那就要想辦法 就要多些派對 或者多些請人出來吃飯 如果你都對威士忌有興趣的話 記住留意澳門友善互動新聞台 人才港壇 更多精彩內容 敬請留意5月2號晚上8點 澳門友善互動新聞台 人才港壇